手上這部是Microsoft最新的Surface Laptop 7 其實我之前由Surface Laptop 3開始 其實我都已經很喜歡這部機 不過中間有幾年他們不知道在做什麼 被我罵了幾年 接著今代終於都做到一些事情了 這次我會和你看看這部機的整體表現 和和你比較一下它和MacBook的表現 對於想在最新Snapdragon X Elite的晶片中 用專業程式的人 我會這次和你看看它行不行 它的整體試用體驗是一流的 是螢幕還差一點 我這次拿到上手的是15吋的機款 這隻銀色就大眾一點 材料一貫都是這麼漂亮 造工是非常出色 整部機一拿上手 其實你blur了Logo 拿出去的話 其實真的有點像旁邊那間水果公司 而它就是Windows界的水果公司 而你很難用8988這個價錢 起手在Windows買到一部和它機身一樣用料的機 Razer 14000元 Dell XPS 16000元 而它15吋入門機都是12988 而如果13吋機 你要這隻超漂亮的藍色或金色 都是10488 對我來說 它其實真的不算貴 你試試摸一下這部機 你就會知道它整體的造工和體驗真的很好 鍵盤面是很簡潔的 亦都很夠結實 打字手感很舒服 我都很有信心地跟你說 整批的Snapdragon X Elite 手感 它的鍵盤手感我一定是最喜歡的 沒用過其他手感我都知道 它這代的Trackpad改了做最新的HapticTrackpad 即是跟MacBook和Surface Laptop Studio 2一樣 我是超級感動 它是用了很多和舒服了很多 而我亦都很有信心地跟你說 這個價錢你要在Windows機 有這樣的Trackpad 我想你再等多幾年 性質來說 它跟Windows Laptop相比就很出色 不會比MacBook MacBook是SSS級 我想它就是A級左右 Rapcam也挺好的 你試過其他Windows機 你就會知道 Rapcam發生什麼事了 雖然它跟Surface Pro 11 比起它都差一點 這個是Surface Laptop 7的前鏡頭測試和收音效果 現在是開了Studio Effect的時候的前鏡頭測試和收音效果 而螢幕15吋的3比2 它今代就沒有OLED螢幕選擇 只有IPS 所以就沒有Surface Pro 11那麼漂亮 也都少有地它在同價位的Laptop裡面沒有OLED的選擇 是有點可惜的 今代它終於全屏體驗就好一點了 袋袋都罵 Microsoft終於都聽到我們的訴求了 3比2的比例其實是它15吋的螢幕 工作其實真的很舒服 打橫打直的空間都很夠 看到會多些東西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少些機會有這個比例給你的 華為囉 你有沒有用 取捨的就是它的重量要1.66kg 計算65W充電頭 計算計算都很重 色準來說它今代就好了 它SRGB100% Adobe RGB86% DCIPV97% 它更好過我的Surface Laptop Studio 2 它的反光問題和我試過的Surface Laptop 6 大致上是差不多 好過之前的幾代 正常一點 插孔有兩個USB-C 一個USB-A 一個3.5mm 右邊是Surface Connect 和MicroSD加卡槽 插孔位我覺得OK 大家都會用Docking 然後就是它的續航力表現 有Snapdragon X-Elite的加持 它是表現得不錯的 效能表現它跟Surface Pro 11相比的話 它的表現是好一點的 始終它機身大一點 有好一點的散熱空間 它就沒有那麼容易因為過熱而降頻 以跑分來說 CPU效能表現會比MacBook Air M3 NPU即是AI相關的效能 它的表現都是好一點的 而圖像效能去看它就沒有MacBook那麼好 用來文書商務工作很夠快 實際的多工效能測試 我在Surface Pro那條影片就做過了 可以看 續航力來說 它因為是大機身 可以放到66Wh的電量 加上它晶片很省電 所以我自己用來工作 做得比較多的話 都用到6-7小時左右 但如果你播放影片的話 它都用到很久 播放影片基本上 就頂到13小時左右 然後就想解答兩個主要問題 究竟它用一些專業軟件做不做到 還有跟MacBook去比 它表現行不行 戴著我的頭盔 這部機的定位 不是讓你用來做專業工作 所以其實它到最後 就算表現不理想也好 是無可厚非的 這部機的定位真的是 文書和商務 不過因為第一次入手這張晶片的Laptop 責任上 我是要跟你試試有什麼做到 做不到的 試一下執照和剪片 執照用Lightroom 兩部機用Raw調色 其實都很夠上 開多些App 問題都不大 但去到剪片的話 Surface Laptop就一般了 用最新的DaVinci Resolve 播片都很利用 基本上進去 你不是真的做什麼都已經開始利用了 還要不斷溫暖 然後輸出速度都是不合理的慢 而MacBook你會看到是快很多 然後比較一下3D工作 Blender的輸出測試 它的軟件色配可能未完成 輸出速度和MacBook都差一段距離 我們試了AutoCAD和SketchUp 當日同一位室內設計師試用AutoCAD 基本上運作都是順暢的 不比MacBook不差 不過是螢幕的對比度不夠 看暗灰色的線的時候就比較難看 之後就到SketchUp 基本用來Modeling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得到 亦都夠順 但無論NSCAD或者Vray的話都未用得到 所以就沒辦法做到real-time的Rendering 然後另外一天我就約了另一位 用開Autodesk Maya的觀眾 去試試這部機 它的使用體驗的話 這部機用Maya去做一些基本的Modeling 都是很夠順 是一開始開App的時候會慢一點 等它拌順了就會好很多 另外就是如果加上一堆Layer的時候 都會比較低 所以基於以上的測試 暫時我可以回答你的就是 如果在室內設計3DModeling相關的需要 用來做一些基本的Modeling是沒問題的 問題是它的軟件未能支援Vray 以及Anscape的即時圈驗的功能 如果遲些有的話 它就可能真的是 一個可以取代大機 拿出街見客的方案 電量表現我自己日常用 就每個小時大概18-20% 左右的電量 以Windows機來說 它的電量表現是有好 在我試用期間 就沒算到很誇張 那麼大的分別 不過如果你計算它把晶片給你的效能表現 它可以做到這個功耗 已經算厲害了 至於高需求工作的表現的時候是怎樣 在我試Maya的時候 十幾分鐘 都已經沒了十幾二十%電 還有在我測試MacBook的時候 Surface laptop和MacBook是一開始100%開始放電 用了一堆軟件跑完分之後 它們的電量差距都有一段距離 整體體驗來說其實它很好的 我有很有信心回答你的就是 它的鍵盤 Track Pack 性質 以及整部機的造工還有顏色 它基本上都是排第一的 是螢幕我覺得還差一點 價錢它就由最基礎模式的8988起 其實它比其他Snapdragon的晶片 就不算很貴 這次你也看到它跟MacBook晶片 就算M2 Pro也好 其實都還有一些距離 而3D工作或者室內設計的話 基本需求都可能還可以 但是它的軟件還有很多限制 未必是最理想 我想Windows和ARM晶片這個組合 還要努力一下才去到MacBook的層次 不過今年就發佈這部機 我覺得就合格了 而我希望它會繼續努力 這次就這麼多 如果想看關於Surface Pro的評測 可以看這一條 如果你想看Copilot Plus PC最新的功能 可以看這一條 這次就這麼多 我是Boris 我們下次見 拜拜